爸 不好意思啊 因为公司有点事 所以就来晚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熊大的董事长 林董 这位是董事长夫人 伯父好 这位是小女倩倩 刚从国外回来 每天都特别忙 没想到你女儿都这么大了 真是啊 不看你孩子 咱们都没觉得老 姐姐 今天多大了 不小了 二十六了 现在孩子都这样 二十六也不小了 是单身啊 还是有男朋友了 我还单身呢 现在的孩子都是事业要紧 是 是 是 林董 怎么没见令公子啊 儿子 儿子应该在这舞池里边跳舞的吧 要不咱们这样吧 找个机会啊 让这两个孩子也多认识一下 年轻人啊 更有得了 对啊 倩倩 哪天呢 阿姨请客 约你出来喝喝咖啡 吃吃饭 你还怎么样 好啊 阿姨 爸 我朋友在那儿 我过去看一下 好 去吧 适陪了 去吧 去吧 陈总的女儿啊 真是漂亮 嗯 哎 是啊 是啊 真是漂亮 嗯 哎 是啊 哎 是啊 真是漂亮 过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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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 孟童 哎 我陪我同学来的 对吧 孟童 哦 对 是同学 我 这位女士是 哦 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陈总 哦 你好 陈总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那我先去那边看一下朋友 你们先聊 嗯 好啊 你先忙吧 干杯 好 拜拜 好的 这样的酒会是不是很无聊啊 是啊 挺无聊的 唉 这个酒咱们再来点儿 哦 陈总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的话 我一个人岂不是很无聊啊 哦 哎 你这个裙子挺好看的 明天见啊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你说他呀 是啊 他对我挺好的 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 再好能怎么好 也抵不过自己当老板 你说对吧 哎 看来我又多了一个说客 哎 我就纳闷了 4S店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 放着整个一个熊大你不要 不是4S店的问题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改装车店 所以我必须得从基层做起 去了解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别可视了 我爸还得需要你照顾了 加油兄弟 我先走了 放心吧 你又迟到了 嘘 走 又迟到了 嘘 你看他 喂喂 你怎么又迟到了 赵总那个文件他不满意 你重新做一份吧 尽快完成 今天下班之前 把这个做好 放到我办公桌上 这 这份文件下班 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你自己看着办了 什么都查不到吗 这位神秘股东 我们掌握的资料非常少 我们基本上查不到任何消息 他们总是七零八落地买进我们的股份 而且专挑小股东下手 一定没那么简单 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先查熊大 熊大 对 我说大少爷 谁又惹着你了 我呢 是个怀旧的 你不找我也就算了 还去了熊大 能不能不提这个事 我不是一开始也不知道 你们有这层关系吗 再说了 你们公司运营得挺好 我去啊 他对你不好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你要还是认我这个兄弟 在哪儿都能帮助 你在熊大 担任什么职务啊 董事长助理的 挺不错啊 那你一定能够接触到 很多核心的项目吧 核心 倒贪不上 不过划包腿打打杂 得得得别给我来这套啊 那我想从你这里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也是不可能了 对吧 我说朋友 我这刚进公司不久啊 你不会就要为难我吧 你误会了 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我绝不会做釜底抽薪的事情 不过我的对手就不一定了 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说吧 你有发现 熊大有操纵其他公司股票的行为吗 据我所知 没有 怎么 不会是赵氏集团的股票被操纵了吗 诶 陈叔叔 你找你女儿啊 我去叫她 不用了 我就找你 上车吧 我有事跟你谈 陈叔叔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在这里 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啊 看你样子应该是学校刚毕业 这是你第一份工作吧 呃 陈叔叔 我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想跟你说的是 倩倩 是我最爱的女儿 也是我的接班人 虽然现在她不愿意接受我的企业 但她永远都是我的法定接班人 我早晚都会把企业交给她 叔叔 我还是没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我才是是我的 我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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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满足 陈叔叔 您误会我了吧 年轻人 我劝你啊 见好就收 这些钱足够你再开一个4S店 你何必在现在这个位置上 做一个销售员呢 您真的误会我们了 我和您女儿真的没有什么 年轻人血气方刚 我可以理解 也许我这么做是伤害了你的自尊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见好就收 你要在4S店做多久 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呢 你是个聪明人 怎么选择 我想你是知道的 陈叔叔 第一 我跟你女儿真的只是上下期的关系 至于那天吃饭的事情 是她让我去的 事情我并不知道 第二 我们年轻人是现实 是需要钱生活 但是 我不会为了钱 去出卖自己的尊严 陈总啊 我今天得用崇拜两个字来说你 你看啊 这商场上啊 你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自个能把闺女带这么好 挺挺欲力一个女孩子 是吧 美华 过奖了 过奖了 老陈 老陈你看我那个儿子吧 长得呢 用现在的话说是真帅 那是一表人才 我不是夸我自己儿子啊 但是 那个脾气倔的又 哎呀 一根筋 一根筋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 丑死我了 这样也好 这孩子呀 直爽 能坚持 对 坚持 永雄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个社会 执着坚持的年轻人 越来越少 你就看我手底下那几个孩子 一有困难就打退堂股 这儿干两天 那儿干两天 哎呦 这点倒好 和我们家倩倩一样 哎 怎么说孩子 爸 你怎么又这样呢 哎 哎 美华 这臭小子怎么还不到 哎呀 他刚才给我发的微信 说那个妈 我公司路特别远 然后呢 什么路上又很堵 可能要晚到一会儿 不行 你再给他打个电话 哎 不急不急不急 要不咱们不等他 咱们先吃吧 现在啊 是公司晚上都加班 等来了 咱们一起吃吧 爸 我一会儿还要见客户呢 是 孩子也饿了 这样吧 咱们就边吃边等他吧 好 来来来 阿姨给你来菜 不用了 阿姨 来来来 我自己来 哎呀 不乏胖的 多吃点看你瘦的 来 爸 妈 多吃点 哎呦 你怎么才过来呀 快坐下 就是 这孩子 赶紧坐 赶紧坐 快来来 还愣着 快坐坐坐 就是 都等你 来 这孩子 路上特别堵是吧 陈子我来给你介绍 这是我儿子 哦 我跟你介绍啊 这是陈叔叔 你爸爸的世交 你没见过 这是陈叔叔的女儿陈倩倩 你们认识一下 陈叔叔好 哎 好 你好 这样吧 人总算到齐了啊 今天啊 也算咱们两家人在一块儿吃个家常便饭 来来来 行了 人都到齐了 咱就一块吃饭吧 来 来来来 干一个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 谢谢 来来来来 阿姨 祝你们生意兴隆 谢谢 来 你尝尝这道菜啊 来 你吃这个 这个好吃 吃了 林叔叔 我敬您和阿姨一杯 好好好 这孩子 林乡 来 你们先吃 干嘛去啊 洗手间 来来来 咱们接着吃啊 您吃 谢谢 来 走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如果我没发现的话 你是否打算把你的身份 一直瞒下去 身份